中国现在一天到晚 对国际社会 包括对台湾做认知作战 他的认知作战里面的 一个组成当中 就是有提到美日 怎么样呢 其实它简单就是两个目的 民主制度是私人的 然后威权是好的 跟习近平的上台 是有莫大的关联 上播美国跟日本 本身是无人 本身是失败 美国跟日本的 本身治理就不好 本身问题一大堆 然后美国跟日本 如果跟其他国家合作 不是真心的朋友 甚至想要毁坏当地的利益 一直在上播这样的言论 长期这样的认知作战 结果之后 他回过头来 也会影响自己的老百姓 所以我一直不认为 这是狗狗花事件 十几年前 我的日本朋友 就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他们日本人 派出到中国去经商 他们还有所谓的一些保险 是针对说 可能在中国会发生不测 那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刚刚有一个中国的网友 讲得很好 他说日本人 没有对中国做道歉 这个怎么会说 是仇日交易 日本人没有到处在先 这样的一种爱国交易 有必要教导你去杀人吗 这是什么逻辑 上个世纪 整个国际关系 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就是说 世界各国 如果有各式各样的 历史仇怨 种族问题 请大家坐下来 好好的谈一谈 联合国在二次大战之后 成立所带来的一个 国际法的一个 很重大的贡献 那你现在是要走回头路 中国一天到晚说 他和平接轨全世界 那你的国内的政府 跟社会的所作所为 站在国际社会上的 人在角度里面 这是一件好事情 你不会让人家 把你当作朋友 你只是怪人家 没有把你当朋友 可是你的行为 是让人家不敢 把你当朋友 因为美国的 这个抗议 日本的抗议 然后中国如果 突然间的 大幅度的改变 他的政策 那不就是落实的 就是他们中共的 高层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说我的主权 被你干涉的不是吧 整个国际社会 也在关注中国 是不是一个 和平民主的国家 这个是中国 常常起来 对全世界 要说服的一点 今天你的国内 出现了一个 这样子对待外国人 你不把事件 交代清楚 政府自知不离 你还让媒体 去合理化 他的英雄形象 你这个就是 等于是助长 这个偶发性 变成是 极理性的犯罪 中国的 这个爱国教育 他要知道 如果民粹主义 其不断的 极端的发酵 你这个是一个 双面认 你虽然说 转移的部分 你施政不利的交点 但是你带来 是一个反进步 跟反改革的 的一种力量 最后呢 你会导致到 你中国的 不仅是不会停滞 你甚至跟失业为敌 甚至你会往后走 这个 陈氏的 帝德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呢 过去十几年 中国的渔农场 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对日本的认识 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在网上 基于民主国家叙事的 仇日言论 开始争夺 并且占据 互联网的主流 自立于中日友好的人们呢 声音被边缘化 甚至遭到互联网的 这个清场 所以说呢 你怎么看 中国政府啊 放纵网络上 这样一种 反日情绪的 这个蔓延呢 那我觉得 如果你硬要我说的话呢 我一直认为呢 这个中共的这种宣传 跟意识形态呢 其实呢 基本上呢 刚刚向明教授 也讲得好 这个在毛泽东时期 对日本有一些 政策的转变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 当然是会跟整个 大国的政治 跟整个国际现实 是有关 那当然毛泽东 在他的意识形态的图腾当中 他一直强调就是说 我们不要走教条主义 我们不要走修正主义 所以意识形态 是可以做变更的 那这个当然必须要再 回归到历史当下的这种 我们讲的这种 政策跟权力来做互动 那这个中共在这个 1950年代是一边倒 到了这个 6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呢 他既反书又反美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当然做了很大的转调 我觉得这个历史 还是要回归到 那我一直认为是说呢 中国对日本的确是有一种呢 爱恨交织的情感 但是我个人会认为 因为日本曾经 跟西方国家侵略过中国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 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向是有一个很深的 这样的 这个是从他 30年代 20年代 40年代 就更生在他意识形态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他的养成的过程当中 那我再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中国现在一天到晚呢 对国际社会 包括对台湾做认知作战 他的认知作战里面的 一个组成当中呢 就是有提到美日 怎么样呢 就其实他简单 就是两个目的 民主制度是私人的 然后呢 威权是好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美国跟日本呢 在他长期以来的 对外宣传当中 一向就被认为是说 美国跟日本 把世界各国当作是一个 就不是真心的朋友 当作是一个棋子 然后呢 必要时候呢 获得利益之后呢 就会丢弃 或者是说 美国跟日本本身 就是一个失败的 从美国跟日本的学习当中 产生了很多的斗争 产生了很多的枪击案 产生了很多的 这些所谓的 种族仇恨等等的 还有就是说呢 美国跟日本呢 会跟这个其他各国的 政坛的精英 社会的精英呢 共模来获取一些 就我们讲的政商的 这种勾结 当起来 他在台湾的内部里面 就是在传统下的认知作战 那基本上 他在其他世界各国里面 只要抓到机会 他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 当然会跟这个 我们会讲的是说 当然回归到整个历史的 时间点的断点来看的话 那当然就跟习近平的上台 是有莫大的关联了 他就是从 这个2016年 2015年开始 这个 那西方当然是美国 就提出所谓的 中国的瑞士利益的报告 那其实按照现在 更简单的讲法 就是一种 我们讲的 以网路 以资讯为载体的 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 就是智脑权 按照中国也就是智脑权 那我从台湾的观察里面 你就会发现 他不断地就散播 美国跟日本 本身是无人 本身是失败 美国跟日本的 本身治理就不好 美国跟日本的 所作所为 全世界各国都反抗他 因为他们就是一种 霸权的行为 然后美国跟日本 本身问题一大堆 然后美国跟日本 如果跟其他国家合作 不是真心的朋友 甚至呢 想要毁坏当地的利益 他一直在散播 这样的言论 所以今天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结果 而且他这个不是 只有出口 出口变内销 他这个长期 这样的认知作战结果之后 他回过头来 也影响自己的老百姓 所以我一直不认为 这是个偶发事件 而且其实我相信 日本人自己 也知道这个东西 在我十几年前 我的日本朋友 就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他们日本人 派出到中国去经商 他们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些 政治上面的 一些所谓的这个保险 是针对说 可能在中国会发生不测 那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而且我刚刚还提供了 我个人的例子 在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中国的学者来到台湾 当着我的面 跟我讲说 他把研究室门关起来 拿几个学者一起 真心讨论 他竟然呼吁大家 要把日本当中是 这个敌人 所以你现在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经济的发展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在亚洲区域的 经济整合里面 为什么没有一个 像欧盟一样 这种大国来主导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为什么 光是中国跟日本两个人 他们就在抢谁是龙头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中国跟日本 每一次的体育赛事里面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说 就会有那种暴动的情况 对不对 那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刚刚有一个中国的网友 讲得很好 他说 日本人没有对中国做道歉 所以导致 这个怎么会说 这个怎么会说 是仇日交易的 日本人没有到处在先 那我就反问一个问题 对不对 你这样的一种爱国教育 有必要教导你去杀人吗 对不对 有必要教人 你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民主的素咬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 这两件事情是可以不相干的吗 你这会不会比例原则 也太夸张了一点了 你因为仇为一个外国人 你干脆就不分清皇上来 把他刺杀致死 这是什么逻辑 上个世纪 整个国际关系 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说 世界各国 如果有各式各样的历史仇怨 种族问题 请大家坐下来 好好的谈一谈 利用民主的制度 利用民主的沟通 这个是上个世纪 联合国在二次大战之后 成立所带来的一个国际法的 一个很重大的贡献 那你现在是要走回头路了 大家就以后 把自己的所谓的 这种经济社会的不满 找一个戴罪羔羊 种族就是一个最好的戴罪羔羊 就像过去的德国 在过去的纳税德国 他把犹太人当作是经济发展的元凶 那你用这样的结果 那我现在就讲一句话 中国一天到晚说 他和平接轨全世界 那你的国内的政府 跟社会的所作所为 站在国际社会上的角度里面 这是一件好事情 这不是一个民主 你不会让人家把你当作朋友 你只是怪人家没有把你当朋友 可是你的行为是 让人家不敢把你当朋友 加上前面的对美国人的攻击 和输出事件攻击 北京的所谓二国主义教育 会不会进入某种反省时刻呢 我希望是要进入一个反省时刻了 不过呢 刚刚的几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夏明教授也都提到了 这个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抗议 日本的抗议呢 然后中国如果突然间的 大幅度的改变他的政策 那不就是落实的 就是他最在意的 这是他们中共的高层 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说 我的主权被你干涉了不是吧 对不对 他不就是作死了这件事情吗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不公开一点 我想呢 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呢 也在关注中国 是不是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 这个是中国长期来 对全世界要说服的一点 我不干涉世界各国的主权 我都是文明尊重彼此 然后呢 我是希望用和平来解决问题 那你今天你的国内 出现了一个这样子 对待外国人的一个现象 你不把事件交代清楚 对不对 那外国的大使馆 或者是外国的政府 会担心自己本国人民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这是可想而知啊 假设我今天台湾人 在别的国家受害了 台湾的大使馆 如果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我才会去责骂 我们的台湾的外交 是不是出了问题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啊 那基于世界人权宣言 每一个人 不管是他的种族 是哪一个地方 世界人权宣言 这是多早以前的一个重要的文件 所有人权体制的开始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社区的人 都是生而自由平等 所以外国人来到自己的国家 跟你自己到外国的国家去 大家都是要尊重对待啊 除非是你违反了重大的国家利益原则 我现在是在讲的是 民主国家的法律的一个 最基本到不行的原则 所以说呢 基本上 我想这个中国的 这个爱国教育 他要知道 如果民粹主义 不断的极端的发酵 你这个是一个双面刃 你虽然说转移的部分 你施政不利的交点 但是你带来的是一个反进步 跟反改革的一种力量 最后呢 你会导致到 你中国的 不仅是不会停滞 你甚至跟失业为敌 甚至你会往后走 对 我要再讲一件事情 我刚刚呢 就一直在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你针对这样的犯罪行为 类似这种恐怖主义的 这种个案的杀想行为 如果你的媒体 还在合理化的话 那你不是助长世界各地 你想想看 今天一个普通的 社会犯罪事件 或者是一个 其杀外国人的事件 如果你政府自知不离 你还让媒体呢 去合理化他的英雄形象 那你这样 怎么有办法 你这个就是 等于是助长 这个恐发性 变成是极理性的犯罪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待 孤狼恐怖主义 或者是这种 社会治安犯罪的时候 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把他英雄合理化呢 你给他合理化他的英雄形象 那等于是助长各地的犯罪行为 所以呢 这个是绝对要避免的 我相信呢 我当然会由衷的希望 中国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不要只局限在某一个中国的执政者 不要老是只局限在这种 所谓的大国竞争 或是个人的权力稳定这些 我当然会希望说 如果你真的要跟全世界好好的接轨 你现在就是一个很好 另外我要再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是中国的人民被杀 中国人民就不关心 在我们的这个十字大台里面 我们讨论过很多的 中国的这些 维权的司法案件 不是吗 对不对 大家不是在讨论这个事情吗 全世界也都会关心中国人权 那现在就是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吗 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 他的司法就是信党 所以他很多时候 从侦查到审判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就是违反了 我们一般讲的民主国家人权的原则 所以不是很多 中国很多人民都被消失 难道还要我举例吗 大家上网Google一下 中国人被消失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不能又把它上升到民主 跟民主的对抗 不是只有日本人 大家关切 美国人关切 中国人民我们也关切 别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